我来说一下这个扁帽的打法 这个设计非常的方便 所以它有下针当成骨干做花样 所以加减针不容易错 那么打法就是一开始起了80针的下针 然后打八层 打完以后这个边就会卷起来 形成一个很漂亮的边 然后之后再打八层 是两下两上 两下两上 就会形成一个松紧边 那再来就打花样 打花样13579都是变花样的 246810就每一针都打 所以现在形成第一针是有花样的 然后第二层第一层是有花样的第二层是每一针都打 那现在呢 我来打一下这个偶数每一针都打的 比如说第二层第四层 这就是每一针都打 每一针都是打下针 所以第一层第一层的 有加针的形成洞的 现在打下针把它打起来 接下来呢 我要打这个13579的变花样的这一层 也就是说这两个下针当一个骨干 然后下针第一针呢 跟右边的这一针并到一起 所以这两个一起打 这样就减一针 然后第二针呢 是造长 那么这里减一针 所以这里挂起来 变成一个洞 第三针 然后第四针 造打 再一次 所以脑子有个口诀 像这个病 就念病 下 洞 下 这样四针 再一次 病 下 洞 下 再一次 病 下 洞 下 所以这样子就会形成 有洞 有花样 然后到下一层 就每一针都打